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刚从观摩DDR5记忆体超频聚会回来 也带回了一箱由微星提供给媒体测试用的 DDR5记忆体超频设备套装组 老实说我拿这一箱回家测试真的让我很心虚 我并不是记忆体超频测试的专家 要如何极限压榨出记忆体更高效能 我还真的不知如何重合下手测试 但微星主办单位要我放心啦 这一组就是专为记忆体超高频初阶入门者而设计的 叫我放心带回家测试就可以 完全没有困难度 轻松到如喝水一般的简单 哦 我听完官方描述后心中的压力大石头 也就可以轻松放下来不那么恐惧了 好 那来开箱看看我带了什么东西回来 首先是微星和全球知名记忆体厂商 攜手合作建立融盟认证的联名款记忆体 共同研发讨论也针对记忆体超频深入研究和优化 让新手玩家也可以轻松达到8000MHz以上超频效能体验 而且经过认证的DDR5记忆体 也会标志上MPOWER标志来方便大家选购 那我手上这一组搭配使用的是美商博地的 VIVA S DREAM 5 RGB DDR5 8000MHz 银色 24GB 两支套装组 CL是38MHz 也因为它是高阶DDR5记忆体 它的做工质感非常好 散热铝片也是给好给满没在省的 上方RGB灯条也是做同色调雾影 整体看起来非常一体性 完全没有突兀感 而且如此深层的雾影外壳 也没有影响到它的RGB灯光呈现 亮度也不会有过量刺眼问题 充满十足的科技感灯效 再来是这次重点主角 魁为已久的MPOWER终于重出江湖啦 我已经首发回归Z790MPOWER 专为记忆体超频玩家而生的主机版 并且把DDR5记忆体插槽 改为两支来减少讯号损失 优化记忆体频率和整体性能表现 毕竟插上4支DDR5记忆体要超高频率 难度真的很大 改换成双插槽让整体超高频机会会比较好 减少大家对DDR5记忆体超高频强烈失败感 那如果你是微星主机版 爱用者应该会发现它和B760MM的 破级爆MAS WiFi主机版有90%相似 连散热片造型也是大同小异 只差印在上面的文字风格不同 和改换成能再支援CPU超频的RGB790晶片组 如果真的是由B760M破级爆MAS WiFi改版 照它的制作品质水准大家也不用担心太多 快来打开开箱看看 原来搭配给我使用的CPU放在这里 由于现场K版CPU都配给真正机体超频玩家去测试 所以我使用的这一颗U是没有带K的Intel i5-E4400 我想也没差啦 反正我也看到微星Lindon也用i5-E4400搭配B760M減云WiFi 也是能把DDR5记忆体超到8000 只要我按照Lindon指示教学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再来是这张Z790Mpower拿在手上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它非常的沉重用料也扎实 在上面的散热装甲也是给好给满 主机板尺寸是标准MATX规格 支援Intel 12-14代LGA1700CPU 它的供电是12加1加1项 核定电流有75Ah 在MOS上也盖上超大散热模组 来加强散热让供电更稳 CPU供电插座有两个双8PIN插座组合 DDR5记忆体插槽为这次超频主轴 改为双插槽设计 最大支援到128GB 超频频率可高达8000MHz以上 在M达度插槽有两个PCIe 4.0 并且都有附上散热片 但真的有点可惜 依照Z790M达度PCIe SSD高扩充性 如果能给到三组就真的太完美了 而M达度PCIe SSD 两组最大长度只支援到2280 两组附的散热片厚度约有0.5公分 也都有附上散热贴 在PCIe插槽方面 在第一个插槽是PCIe 5.0 116 第二个插槽是PCIe 3.0 11 最后第三个插槽是PCIe 4.0 14 用116插槽让你扩充上更方便 在SATA连接域给到6个 有两个插座朝主机板上方 另外4格设计在侧边让你理线方便一点 内部前置IO插槽有一个USB3.2 Gen1 5G插头 另一个是USB3.2 Gen2 10G Type-C插头 在背后IO插槽有4个USB2.0 Type-A 一个DP1.4 和一个HDMI2.1输出孔 3个USB3.2 Gen2 10G Type-A 一个USB3.2 Gen2 120 20G Type-C 一个RJ45 2.5G网路孔 Intel WiFi61和蓝牙5.3天线接头 最后是音效输出输入孔 再来是在主机板上方的配件盒 一组Wi-Fi天线套组 一个为ZE790M Power主机板设计的 Eli Dashboard外接式快速重置启动版 有了这个大家就不用再用十字起字 来接触针角开机或重新开机 这一块外接版真的是超频玩家的好帮手啊 再来是一堆快速指南贴纸和欧盟安规声明书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 再来是一个M.2有快速卡扣罗柱 另一个是正常版包含M.2螺丝和螺柱 就看个人使用习惯去选择 一条SATA6连接线 唉我想应该是安装硬碟的人变少 而使用M.2 SSD人多 就干脆只附一条来省成本吧 最后是Eli Dashboard连接线 它也很细心在每个接头上 标上要插在主机板哪一个位置 连插在Eli Dashboard上的插头也有做防呆设计 顺着指示插定位应该不会太难 那主机板大致介绍到这里 快来把它组装起来 轻松体验一下机体超8000的快感吧 方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组装完成 开机 现在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6度的台湾春天 首先在Z790MPOW BIOS里 正确识别CPU是i5-14400 记忆体有48GB BIOS的版本 也是目前最新P20 目前DDR5记忆体频率为初始设定 5600MHz 那在出手入门记忆体超频XMP功能 已经帮你全自动设定好三组 Pofile 1是最高频8000 Pofile 2是7800 Pofile 3是7600 就看个人需求去选择 那我们这次的目的就是要超频到8000 当然就不用再客气 直接选Pofile 1给它大力超下去 最后按F10快速键储存重新开机 但很悬又诡异的事情就从现在不断的发生 不管我是设定在8000 7800或是低一点的7600 我都是开不了机也进不了系统 最后每一招只好关掉XMP功能 改用手动MemoryTry的设定到7000 CL40 才让我顺利开机进到Windows 11 怪了 完全没有体验到官方说的轻松超8000 和喝水一样简单 反而是让我体验到超不上去的不断调整数据和没时间睡觉的挫折感 唉 最后试了好几天都是一样问题 最高就7000就再也上不去了 实在受不了我向微星技术人员反映 你们是不是在唬烂啊 哪有如喝水般随随便便就超频上8000 技术人员向我报告应该是CPU等级太低而带不上去 目前其他测试媒体用的K版CPU 已经陆陆续续送回来 他是马上帮我补寄一颗i914900K来给我重测看看 唉 希望是真的如他所说是CPU问题 因为这几天下来我对记忆体挑战超8000 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 也快失去细心了 再没办法抄上去 我就要整组丢回去给微星了 好快来把它安装上 再来重新记忆体超频测一次 目前在BIOS中可以正确识别出i914900KCPU 目前DDR5记忆体是维持在初始5600MHz设定 好那就不浪费时间了 直接开启XMP功能选择Profile 1直接超8000MHz 而且我也决定了 只测试这一次机会 等一下不能开机进不了系统 我就直接整组丢回给微星请他们自己去测试 因为我已经好几天为了记忆体超频8000 都没有睡好觉 我可不想再经历同样的噩梦一次 好按F10快捷键 储存重新开机 诶,不错嘛 一开始就能进入开机程序画面 但不用高兴太早哦 通常有时候也会开机到一半就死机当机 就画面全部冻结也无法使用 哦,不错哦 成功进到Windows 11作业系统 也成功把DDR5记忆体超到8000MHz 更神奇是其他两组Pofile 2 7800MHz和Pofile 3 7600MHz 都能成功超频 并且都能通过IDA64记忆体读写测试 仿佛先前让我超不上去的痛苦挫折感像是没发生一样 现在真的是轻轻松松像喝水般轻易超频到8000MHz 一点难度也没有 超频8000MHz真的是So easy 而且我也马上测跑一下 看看超上高频后的游戏画面帧数表现 但可能是我手上的AMD显示卡RX6900XT 16GB真的太老了 在三种频率下 游戏画面帧数都是相互接近 没有谁表现落差比较大 看样子是需要改换成新世代的显示卡了 才能测出记忆体超高频对游戏画面帧数的差异 那以上是我使用微星Z790MPOWER DDR5记忆体超频心得分享 我也必须再次提醒大家 我不是极限记忆体超频玩家 如果在测试中有不对之处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知 在经历过这一次DDR5记忆体 超高频挫折失败体验 让我深深体会到微星零董说的 在记忆体超频过程中 CPU 记忆体和主机板三则体质效能是缺一不可 例如零董可以用i514400 CPU 就能把DDR5记忆体超到8000 但不代表我也可以仿造它的设定就能同样超频上去 不为什么零董是神能级 这真的是需要长期经验累积 和不断测试失败才能达到的功力 而我只是首次入门超频8000的小白 失败挫折都难免 如果你和我一样都是首次想尝试超频8000的快感 建议大家还是乖乖购买有MPOWER认证调校主机板和记忆体 再加上CPU千万别用太低等级 一定都可以轻轻松松像喝水一样超频到8000以上 千万别帖子 除非你真的时间太多又睡不着 能自己一步一步调校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有DDR5记忆体超频8000经验要分享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知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分享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的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